香蕉今年因为大量收成价格低迷 为了帮农民解决问题 有令委请国防部采购国产香蕉 结果国防部进回复 国军已经连续吃两个月的香蕉了 因此12号在立法院咨询农委会主委时 令委邱颖颖认为 农委会应该对农产品做总量调节 避免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 国防部他们说 告诉我说委员 我们的冠病已经连吃两个月的香蕉了 台湾是不是应该要把我们的几个 重要的农产作物做一些总量的管制 农委会表示已要求种苗业者 辅导农民不要同时下苗 同时也宣布从起七年来 都没有的香蕉补贴措施 种苗的提供所 包括香蕉研究所跟民间的业者 我们现在就告诉他 你这个育苗 接受育苗的那个订单多少 我们农娘署要提前掌握 同时我们建构一个平台 然后让农民 就是这些农民知道说 你现在下苗 是未来会有多少公顷 可能预期的价格会有多少 有立委立刻关心其政府组织改造 农委会部分业务是否会被切割 到环资部来管理 农委会主委林聪贤赶紧否认 强调生产与观光业务 还是在未来的农业部 我很认为这些歌农跟林农 未来如果是隶属环资部 没有没有生产行为 观光行为都是在农业部 目前农委会也透过香蕉 各产地的县市政府 请加工厂商扩大采购产地香蕉 以及扩大办理企业大订单团购 和外销等行销措施 这些是个五六立法院采访不到